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臭宝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我朋友给了我一个老庄的龟贝族 现在这个镜上面有些发黑 给大家看一下图片 都有一段时间了 叶子也没事 这种它一般来说都是一种镜斧 它不是特别严重 因为龟贝族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也可以看到 它的气根可以长到这个土里面 它是一节一节这种攀缘地长过去的 它会不断地长气根下来 即使是它下面这个盆里边的根全部死掉 只要有气根也能维持生命 像我这个它也会有发黑的地方 不过没您那个严重 因为我没有详细的去看 不能确定是不是镜斧 只要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要用厄眉灵灌根 先去把这个病情给遏制住 万一是呢 对吧 就算不是防大于治 好吧 先灌点厄眉灵 厄眉灵这个老花姨也有 到时候你直接联系就可以了 下个臭宝说 老花姨你看这个是咋回事 它这个是一个玉树 出现这种呢 一般都是晒伤 比如说玉树不是不怕晒吗 它怕晒的 一般呢 就是在这种阴雨天比较多的时候 你基本上有半个月左右 你猛的一下强光暴晒 它就容易出现这种 或者说你之前在室内猛的 搬到外面都会出现晒伤 你要一直晒的也就无所谓了 好吧 这个就是晒伤了 下个臭宝说 买回来带的土 我就找了个盆 啥没干 怎么了 你说这个风数就焦了是吧 很明显的啊 很明显的这个花盆积水欧根啊 你就打个比方说宝贝 咱们养花的时候呢 就像人穿鞋是一个道理 你看你 你怎么不穿个这样的 类似于吃盆的鞋 你看老花姨这一天到晚大拖鞋 百年不变的老拖鞋 对吧 你得了解这个事情啊 一定要透气 你不透气 它就会闷 闷了以后根就会坏 坏了以后它有病就开始往上蔓延 只要叶子出问题 百分之百花的根有问题 明白了吗 臭包 所以说以后再用盆 一定要让这个盆子 你得让它透气 就像你穿鞋一个道理 你穿得再漂亮 你不可能套个塑料袋 再套个鞋 那成啥了呀 不卖坏了吗 你旁边也有紫砂这些个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水大 通风也很一般 您这个位置 好吧 别的没啥 你先控制浇水 等到下回干了再浇 干的时候 你能换个盆就换个盆 不能换就算了 你这么养的也能凑合事 到时候修剪修剪枝条 湿湿肥 它也能凑合得过 是吧 别的没啥 下个臭包说 前几天天太热 水没浇好 剪吧 把这种干枯的枝条 全部剪掉 真的发新的 重新长 没办法 病来如山倒 去病如臭丝 剪吧 没别的高照 要不带着也被难看 时间长了 要一下雨 再一潮 上面还发霉 到时候又等病 修剪修剪 把干枝条剪剪 再让它重新长 记得补上一点肥料 问题一般都不大 像如果说 马力安万年轻 你看看这个叶子 是什么问题 就有点 有点欧根 就有点积水欧根 的那种感觉 通风稍微有点 这种可以晒一点点光照 不要太强了 这种光照最挖晒了 通风好一点 你用了肥了 不缺肥 就有点积水欧根 像如果说 你看我这咋的了 全尖了 搭了这脑袋 下面还有黄叶 浇水啊 把花剪了 你要搭了 这就缺水啊 它盆子太小 花苞太多 这话说我浇了 浇了这盆里边 就那么点水 都不够 浇上 泡上一会儿 让它吸上来 给足光照 换个大点的盆也行 光照给足 养月季一定要有光照 你要不时间长了 都不行了 要么就是 有个趋势 你把它全剪了 它也不拧 别的没啥了 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前任问题呢 给视频要留言 我老花姨 你还记得了 你还记得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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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